現在來到富岡 夏夏今天的旅程就是富岡老街 GO 大家好我是夏夏 今天來到從來沒來過的富岡 那待會就帶大家去老街看一看 GO 富岡車站這裡好可愛 好多可愛的公仔 座椅 太美了 歷史悠久的富岡車站 看這個公仔太可愛了 其實還有這一根 可愛的 富岡車站其實在昭和年間就有了 那在剛開始 它叫做貝公公崗 柏公崗站 後來才改名為富岡站 這個車站呢 小小的 但是蠻漂亮 看這裡窗戶都有些雕花的布置 这个就是富岗站前的一个景色 它是一个小镇 蛮小的 但是看起来蛮可爱 那边好可爱 可以看得到就是最早的名字就叫做柏宫岗 就是最早的中正路 富岗老街的发源地 关于富岗的历史 在火车站旁边其实有一面墙就说它的历史 比如说他就说这个富岗呢 是在民国五零年代 极意时富岗人称为万善爷娘 那在这里供奉的是万善爷 那还有什么水库还没有修之前呢 皮塘这个地方是主要的灌溉水源 朝和四年铁路改道 就到这里设站 那地图偏远 经济落后 所以地方人才说那就把改名叫富岗 希望他可以比较富裕 所以这里呢 看这个一排的历史 那这就是 朝和十五年的时候 富岗老街除了李嘉生阳楼 这里这栋非常大的建筑 那它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那在这里呢 就是都可以看得到当时的一个景况 光复后民国四十四年呢 伯公岗这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富岗 是早新扬眉最热闹繁荣的地方 那蒋总统也来过 那所以在这里呢 还是客家人居多 所以这个礼书 就算是要客家的礼书 那所以呢 这个富岗的吉义词 后来有改建 所以2015年的完成了 在火车站旁边呢 有一口井 这个啊就是以前打井水的方式 这是井 然后这个是打井水 井水就从这里出来 那现在年轻人应该很少看过这种金水了 现在也几乎都没有 因为自然水现在都很流行 所以现在都有带点金水 旁边的装置艺术啊 也是很有趣哦 就金属类的 原来这个就叫做哈贝顽童库巴 库巴 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孩子 库巴 有意思哦 很漂亮哦 好哦 我现在就要骑脚踏车去逛富岗了 走吧 出发 这是附近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超美的 看起来也有童趣 这是附近图书馆的小屋顶 上面竟然有一辆火车 太特别了 富岡这个地方啊 很安静 很少到一个地方是这么安静的 很有意思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声音耶 没什么吵杂声 真的很特别 哦 这个是天主堂哦 这里面有一个富岡顺兴幼稚园 这里有一个大池塘 前面还有一个台湾石门农田水利 嗯 水利会的保留池 绕32A 啥啊 不太清楚耶 可以看到 很漂亮哦 哇 这个是假的哦 下面那个是装置艺术 没有船啊这里 看起来很广阔 有个大嘴鸟 看一下 哇 哇 这里到处都有大自然的声音 我们来搜一下这个环境音 流水声 流水声 鸟叫声 这里的墙壁常常都会有很漂亮的壁画或者是装饰 你看到这是台铁的 然后那一边呢就是吉义池 吉义池算是这里的知名景点之一 传说中有起义池 会众生祈祷哦 这看起来是桐花呢 好美哦 那公园呢就是很多人在摄影 今天的午餐就是吃一盘炒饭加小菜 炒菜有 我最喜欢吃的海带 豆干 还有另外一个 不知道诶 好像是肉卷吧 再来碗贡碗汤就perfect 那我现在就要开吃了 这里的饭呢是越南人煮的 但是还蛮道地的好吃的 这里就是有名的旅家大宅 看一下 美吧 你玩车喝个茶 休息一下吃蛋糕 喝杯奶茶 我现在老 搅拌吃蛋糕 你一定会是估计心的 没有了 这就想干 треть 如果不知道 第一 controlled